储修 全球第一国旗兰 我抓了你卷者三 今天终于抓到你 束手不及 有骗子 做梦 别动啊 我跟你都关于心 醒醒了 你快醒醒呀 哎 你醒了 都死了 还要打我过分啊 你干什么 快放开我 你这是干嘛呀 疼死我了 对呀 你这是干什么 刚才你被吓瘀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你给救醒 你可别人将仇报啊 吓 这是哪儿 我穿瘀了 你可真厉害 差点把我的手腕弄断 你得负责 我就是拿到后宫去办了 卧气 转大了 好了 别闹了 快跟我走吧 没想到前世一世奔波 现在直接掉进温柔篇了 真不错 到了 就在这儿啊 不太好吧 是哪儿啊 精神房 公公 我搞错了 我不想当太监 你放了我吧 后悔了 来不及了 进了我精神房 还有出去的道理 死太监 阴阳人 我劝你的吧 老子能不能跟你同归于尽 别挣扎了 进了精神房 你就老实点 你放心 我的刀 我的刀 快 不会痛的 给我按住了 这么雄壮啊 可惜了 我操你来真的 这是何物 我操 首飞怎么跟我一起穿越了 别动 会死人的 别动 会死人的 儿子 死太监 谁怎么是你儿子 小兔崽子 你看仔细点 我可是你义父 我居然穿越到 书里同情同情的 龙后身上 现在面前的人失望 义父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还成了 太监 你们两个 先下去吧 是 儿子 一年前呢 我被派到东周 来刺杀那狗皇帝 谁知道 我到了东周 就被他们给我淹了 这总管太监呢 就把我安排在这 静身房 给人静身 我哪儿还有机会 接近那狗皇帝 所以 你失败了以后 南梁就派我来了 我没想到 他们会把你派来呀 义父 你快帮帮我 我不想当太监 你也不想我们 楚家绝后吧 有了 这个是我的东西 你拿着 假装已经给你静身了 这样能行吗 你那个 怕不是都过期了吧 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怎么着 给你淹了 别别 我觉得你的办法 很好 刚静完身 你就能坐起来了 过来让咱家检查检查 过来让咱家检查检查 总管大人 这小子呀 他身体好 恢复得快呀 你看 刚搁下来的小虫子 都装在这里边 都装在这里边呢 哎 总管大人 这东西太血血了 别冲撞了您 嗯 也罢 刚好皇上那边 急缺人手 你跟我走吧 是 儿子啊 这可是刺杀狗皇帝 最好的机会 你可要把握住吗 你先 杀个屁 我还不想那么早就死 既然都知道了 书中的走向 那是不是能和皇帝 达成一些协议 加官进去 只需可待呀 哎 第五个了 什么第五个 这是皇上今天杀的 第五个太监啊 卧槽 刘公公 还有太监吗 有的 您看看 这个刚性身 就给送来了 你进来吧 卧槽 半君如半虎啊 现在后患 还来得及吗 自求多福吧 把这热水去倒了 给皇上加热水 哦 好 我靠 春初的皇帝 居然是女的 难怪是你 鞋调定颜色 我还想他回头呢 嗯 谁在说话 这女皇帝 长得热 可惜扛到手 放肆 你居然敢忘义阵 皇上 我 我什么都没说啊 难不成 是我听错了 这臭女人 是不是故意 真的有 放肆 妙依 杀了她 皇上 我可真的什么都没说啊 我靠 这臭女人 是毒蛋药吃产的吧 动能就要杀人 慢着 他怎么知道 他还说那丹药有毒 莫非他是仙人粉痴 皇上 如何处置 算了 饶他一人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算这娘们有点良心 可惜 而中毒已深 再过两年 就要毒化身亡了 这 只能活两年了 难过最近感觉身体 可不舒服 你过来吧 帮我降点热水 好 你叫什么名字 回皇上 我叫楚香 可惜 不许 真是救我呀 可惜 我是在自杀 不然 会想办法受苦 刺山阵 有意思 阵子陪你玩了 皇上不好了 刚接到消息 南两的大皇子带人来 让我们东周 搁两座城池给他们 好大的胆子 敢在朕的地盘上较小 你 和朕一同前去吧 那边 他妈的 都是这个家里 出的搜主意 派人来东周 搞刺杀 害得老子 涮得被淹了 这家伙 居然是个奖太监 有意思 看这以后 怎么玩死 怎么感觉梁叔 走了 东周皇上 本皇子此次前来 是想和你们东周 来一场文斗 文斗 文斗 就是你我各自双方 各出一人 比拼诗词 谁的诗词更胜一筹 便是获胜方 输的一方呢 要各出两座城池来 是 皇上 既然他们南两想比 那咱们就比 我们何须怕之 不错 我东周的文状员 才高八斗 文诗词 他不惧任何一人 东周跟你比 我去 这丞相宣兵夺主 这女人居然没反应 苍苍皇上 他也在我呢 有文状员在 这一场文斗 赢定了 文状员 此次文斗 你可有把握 唯陛下 只要杜以歌不出手 那这天底下 比诗词 我无敌 甚好 好个屁 这个蠢女人 你们东周这次 不定了 不 不说八道 我东周为何会输 好 这女子不笑话 小楚子 你眉头紧锁 难不成你觉得 我东周会输 回陛下 微臣觉得 不是东周会输 而是这状元会输 混账 一个区区燕人 竟敢妄议朝政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这位小公公 我乃是 陛下钦锋的状元 论诗词歌赋 我乃东周第一 没人敢称第二 难道公公认为 您比我还厉害 你称第一 那是因为没遇上我 待你出战 必输无疑 好大的口气 放肆 你一个卑贱的下等人 恐怕大字都不识意 还敢口出狂言 说文状元会输 陛下 这个小太监 可是您的人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 胡言乱语 扰乱军心 若是不下令处死 恐怕 会有死皇上的颜面 这家伙在干什么 找死吗 快避救你 陛下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替我干什么呀 使怕咱们的文状元 看到对方的人出来 就已经吓得尿裤子 真是笑话 我会吓得尿裤子 你这该死的太监 不如咱们赌一把 如果我赢了笔事 我便启奏皇上 定你的罪 把你五马分尸 那要是 你说的呢 我要是输了 那便是我 对不起东周 对不起皇上 皇上 砍我的头便是 这可是你说的 请陛下为我们作证 既然你们立下赌约 朕便硬了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杜一哥 出来吧 什么 杜一哥 朕下完了 杜一哥 朕下完了 想不到你这小公公 居然认得我 没错 我 就是杜一哥 你 你 真的是 杜一哥啊 真是废物 给我拖出去 我看你装笔 吓啥了吧 南梁这次可是有备而来 这杜一哥 除了我这个熟读 唐师三感手的现代人 谁能疑问 看他的样子 说不定还真有办法 对付杜一哥 这就是你们东中的文人 这还没笔 就直接下晕过去了 我看呢 你们东中的文人 都是废物 大皇子说话 问你不过分了吧 过分 我讲的过分吗 要不你再派一人出战 我看 谁敢与我南梁一战 若是无人出战 那这一局 便是我南梁胜出 你呢 就乖乖地割出两座城池 来给我南梁 皇上 是我们输了 两座城池而已 让了吧 是啊皇上 您尽管让了 过两天 我就给你打回来 东周皇上 你可不要反悔了 如果你敢反悔 我南梁的士兵 可不答应 请陛下 让出城池 请陛下 让出城池 朕是与琼温那废 皇上 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看你啊 认输吧 谁说我们输了 小楚子 你去挥挥这个杜义哥 我 谁 他 东周皇上 我看你真是 无人可用了 居然派一个太监来出战 皇上 万万不可 此事若是传了出去 天下人会耻笑我东周无人的 是啊皇上 连文状元都输了 娶娶一个阉人 又怎能与杜义哥为敌 我们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我的决定 还需要你们来说 小楚子 你要是赢了 朕 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 任何要求 对 任何要求 但如果你输了 朕 便砍了你的头 我靠 这女人变脸比欢顺的 真是最不分心 那你是去 还是不去 陛下 接下来 看我的表演 先生 我看这东周皇上 也是病急乱投医啊 那您就勉为其难地 出两手 让他死败 也行 那 我就拿出 我六岁时做的诗吧 小公公 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 一席荒凉 燕南飞 花已谢了 何时归 欲挥网易直流泪 不见一人 落叶陪 就这 听好吧 东风夜放 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宝马叼车 香满路 风霄生动 欲无光转 一夜鱼龙舞 这怎么可能 鹅儿雪柳黄金吕 笑盈盈 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光阑珊处 好美的事 楚香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啊 这小太监 居然做出了这么厉害的诗 不可思议 实在是不可思议 太美了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诗呢 诗仙 你才是真正的诗仙 是我说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栏山处 我立马花五万两顾你 你这说不是对手 推我两万五 大皇子 你下次还是找点厉害的人过来吧 不然 丢人的 是你自己 我 你敢嘲笑我 今天你们搁也得搁 不搁也得搁 走 可不搁 你马是天雷呀 快撤呀 你摸够了没有 对不起 方长 来人 捉捉他 不必追了 他们定是早有余 说不定有大军接应 楚香护驾有功 封 御前太监 赏黄金万脸 谢皇上 这下发财了 就是可惜 我的手榴弹 这可是我拿的保命啊 皇上 刚才公公用的东西 威力如此巨大 若是被敌军缴获 恐怕 对我东周不利啊 陈建议 将他处死 永军后患 喂 你不能这么过河拆桥啊 我刚才可是救了皇上 虽然你救了皇上 但是丞相刚刚说的 并不无道理 以你现在的举动 只怕 南梁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大军攻打我东周 闹得民不聊生 反倒是我错了 我就该让你们 让出城池 就该让皇上被人杀掉 好让你们这群废物 谋朝篡位是吗 臣都不敢 臣都不敢 我看你们是改得很 就是你们这群废物不作为 才让小小南梁 急在我东周头上 这皇上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亲戚了 难道是因为他 不死太监 你不想办法除掉他 报 皇上 南梁十万大军 驻守延城和丰安城 我就知道 他们不会那么轻易 把那两座城池给我 这 这这事不能不要的 城池怎么都不要了 不行 没有这两个城池 怎么办 要 为什么不要 李平 朕命你即刻带兵 去夺回两座城池 皇上 我们大多数兵力 都镇守在边疆 防止另外三国入侵 如果要紧急召回 只能召回五万兵力 而对方至少十万 我们无法获胜 要不 还是算了吧 是啊皇上 那两座城池 一守南攻 若是强攻的话 恐怕 会百百损失五万兵马呀 我们若是动止 南梁就有借口来攻打我们了 现如今 我们国力孱弱 根本不是南梁的对手 所以请皇上三思啊 我东周 竟无可用之人了吗 皇上 刚才公公那个暗器 威力如此巨大 若是用此暗器 想必 公公可以带领将士 轻而易举地 拿下这两座城池 什么 那武器我只有一个呀 这不是让我驱动死吗 皇上 万万不可 微臣就是一个小小的太监 打仗的事我也不懂啊 可 这丞相是想害死我 这守卫 要是批量做的话 我倒是会 但是又不少时间啊 看来有信 小柱子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要是没有做到 你也就不用回来 过你们说的没错 为女子和巧人难养眼 这么快就发现不认人了 实在不是 我先答应 到时候说皇宫 做都讨跑了 皇上既然都发话了 那微臣自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很好 那朕就派人盯着你 如果你要是跑了 那就格杀勿论 奴才不敢 怎么感觉朕没人知道 这想什么事 真心 李平 那你就把五万兵马 交给小柱子吧 皇上 凭借公公的文领 一万兵马足够了 其余的兵马 还要保护皇上的安全 妈 一万兵马 你这不就是让我去送死吗 公公刚刚不是立了军令状 妈 这么快就反悔了 就凭他一个阉人 还想打胜仗 恐怕会白白葬送我一万子民 不如现在就自杀谢罪 妈 居然敢瞧不起我 说个人 什么也不能 李将军 我们来打个毒怎么样 毒什么 我若用这一万兵马 拿不下那座城池 我自杀 我若是拿下了 你大将军就让我来打 怎么样 就凭你一个阉人也想当大将军 真是天大的笑话 哎 你别废话 就问你敢不敢赌 好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到时候输了可别耍赖 放心 我不会耍赖 倒是你 你到时候可别耍赖 笑话 别说你只有一颗暗器 就算你有一堆 也不会赢 这次 你死定 那就拭目以待 好 一个月后 收复两座城池 丞相大人 那小子是不是有点太笃定了 莫非 他说故意骗我们的 那种暗器 他还有不少 那南梁可是派了十万兵马驻守 那小子就区区一万兵马 他怎么赢 那小子都没上过战场 就算给他二十万兵 他也未必能拿下那两座城池 说的也是 今天皇上很激进啊 都堵着我们好几次 我估计 应该是那个小太监搞的鬼 我们找机会 弄死那个小太监 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今皇上很气容他 如果我们直接去杀他 皇上势必会阻止 所以我今天 再让你跟他打赌 只要他输了 我们再杀他 皇上就没有理由阻止了 那我再给他使点绊子 可以 看皇上的表现 他是不是想夺回大权呢 不如我们先 不急 再等等 冲动了 这下连萧策 丞相 李平全得罪了 我这十条命都不够死的 放心 以后朕罩着你 没人敢动你 丞相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 你知道我有什么 你说什么 我是说谢谢皇上 朕也知道 朕满朝文武 都是丞相的人 可朕也无可奈何 朕虽然是皇上 但在朝中 却无可用之人 朕又如何抗衡丞相 所幸的是 你出现了 你愿意和我一起 对付丞相 这 小楚子 帮帮我吗 好吧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他们就像是我手里的蚂蚱一样 蹦打不了几下 我相信你 皇上 你好像说过 只要我打败了南梁使团 就可以和你提任何要求 那我是不是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 只要你扳倒了城墙 朕就任你为所欲为 皇上 你耍赖啊 我哪有耍赖 我只是加了条件 这对你来说 应该也不难吧 难倒是不难 只是 这肩膀好酸啊 要是有人 能帮朕捏一捏就好了 我来 朕这腰也好酸啊 皇上 舒服吗 皇上 何事 皇上 刘太医给您送丹药来了 皇上 这是微臣刚刚炼制出来的丹药 请您服用 这就是害的这个臭蕁人 怎么吃的丹药 小楚子护国有功 朕没能够延年易受的丹药 就给他吃吧 怎么了 嫌弃朕的赏赐 不是 我是觉得 朕没赏赐太重了 我承受不起 小楚子 你太鲜虚了 去吧 把丹药吃了 皇上 我 我 去啊 你敢不吃 信不信朕砍了你的头 皇上 其实这丹药有毒 你血口喷人 你这个小丹药 竟敢怀疑我 是不想活了吗 皇上 请您下令 将这个燕药拖出去斩了 不急 先听听他怎么解释的 这丹药毒性很小 人吃了 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时间久了 毒素 淤积过多 一旦爆发 就闭死你 你 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 你随便找只鸡鸭兔子来 喂一颗看看 就知道我有没有胡说了 去吧 是 皇上 这只鸡死 皇上 这是丞相大人 让我这么做的 丞相 刘太医说 服用毒丹药的事情 是受你指使的 皇上 微臣已经承拔过了 这个刘太医 是南梁派来的奸细 他这么说 就是想挑拨 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 我罪该万死 去 杀了他 丞相 住手 杀人灭肯 死不对证 好合了 皇上 奸细已死 没微臣什么事了吧 退下吧 退下吧 又是这个死太监 坏我的好事 你过来 过来 又来 又来 我要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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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他怎么知道那丹药有毒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眼下 我必须除掉他 我去杀了他 不急 我们可以利用李将军 去除掉那个死太监 来 喝烟 你哪来的药啊 我自己熬的呀 药不是怕那些御医 都被丞相收买了 我才懒得个牛 你对我真好 也没有了 主要是 你罩着我 我怕 你要是有事的 没人罩着我 对哦 乖 吃药 那你喂我 那你喂我 一把年纪了 还有什么喂 好苦啊 良药苦口 皇上 别冲动啊 起开 我听说 你带了一万兵马 去攻打两座城池 要不 我给你多叫点人 一万兵马足够了 你要是再给我家人 我怕丞相和李平那边又要闹幺恶子了 说得也对 可是你怎么攻打下两座城池啊 用手雷 手雷 就是那个威力巨大的案器 没错 一个月时间制造出来一批不够了 对了 皇上 宫里有没有那些厉害点的铁器铸造师 哎哟 他叫东方树 是我东周第一铸造师 目前他在军营 负责给士兵们铸造兵器 将他借我一遇 行 明天找他就是了 东方大师 你看这个 能做吗 能做 只要材料足够 你要多少 我就能做多少个 至于材料 尽快给你送过来 好的 那 楚大人 小的就先下去了 皇上 这力道怎么样 无事献殷勤 说吧 什么事 给我点钱 没钱 我要钱又不是乱用 我要买材料 让东方大师给我打造武器 好去供拿那样做城市 国库的钱拿去镇灾了 最近啊 东周各地灾祸连连 哪里还有钱 镇灾 我想起来 在原剧情中 东周的确发生了很多灾祸 百姓怨声冲天 纷纷造了 这加快了东周的秘惑 原剧情 这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这家伙说的话 其中 昌水县的旱灾所为严重 也是昌水县的百姓 最先造反的 昌水县 造反 我这是猪脑子 忘了现在这个时间点 昌水县还没发生旱灾呢 昌水县要发生灾祸 小楚子 你该不会是有 预知未来的本领吧 这个 快说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太监 普通的小太监 能够比过天下第一文人 快说 你是谁 你爱信不信 我才不说实话 要是让你知道我是穿越来的 你不得把我关起来欺骗研究啊 穿越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姑且相信你 那你说说 这昌水县为什么会发生灾祸呢 我 我是看最近天气炙热 昌水县那边又缺水 所以很容易发生旱灾 提醒你一下 是这样 那行 那我派人去看看 皇上 既然国库没钱了 那就把赏赐给我的黄金万两千给我 我先拿去买材料 你的黄金万两暂时也没了 没了 这国库空虚 就先拿你的黄金万两拿去赈灾了 但朕答应你 有了钱 一定会补给你的 我靠 我这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啊 好像是 你 那我没钱 就没有办法攻打那样做城池 三天后 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你 好啊 我呢 会给你风光大葬的 你 你这个没良心 好了 不动你了 没钱的话 你可以找皇后要 皇后 嗯 今晚呢 你就替朕去伺候皇后 把皇后伺候舒服了 去跟她要点珠宝就行 还有这等好事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子 嗯 我跟别的男人可不一样 哦 哪里不一样 哦 哪里不一样 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宁愿死 我也不会去找皇后呀 你这灯兔子 在胡说什么啊 我没有胡说啊 学药 我的心里除了你 已经容不下别的女人了 我宁愿输了赌军 我宁愿死 我也不去找皇后 你别瞎说 我才不要你死呢 你去找皇后吧 我不会介意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不 你不要再说 人生自古谁无死 为了东州的江山 我愿意牺牲自己 小楚子 你实在是太好了 嘿嘿 这个笨女 真是 骗我 他不弄线 到了 这就是皇后的寝宫 这样真的不会弄线吗 一般来说 是不会的 皇后晚上眼神不好 但如果真弄线了 你今晚就得死 弄你 去不去 快去 是谁 皇上 是你吗 是皇上吗 爱妃 皇上 臣妾等你好久了 朕来了 朕来了 皇上 你不是皇上 爱妃 你胡说什么呀 我就是皇上 爱妃 你胡说什么呢 我就是皇上 我报告皇上 你的体型和皇上明显不一样 说 你到底是谁 爱妃 朕是最近在练舞 吃的比较多 所以发胖了 不信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怎么证明 我们洞房花烛夜的那天 我在御书房批约奏折 你过来给我批了个被子 第二天早上 还给我做了碗汤 这件事情 只有我跟皇上知道 你真的是皇上 爱妃 你居然不相信朕 你太让朕失望 皇上 是臣妾错了 为了弥补臣妾的过策 您躺下 让臣妾来服侍您吧 好啊 老子二十五年的处男之身 终于破了 爽 皇上 您刚刚也太凶猛了吧 刚刚只是开胃菜 待会儿让你场上更凶猛吧 再晚下去 臣妾都要遭不住了 那爱妃 朕可否找你帮个忙 帮忙 什么忙 如今国库空虚 东周各地又灾祸连连 没钱赈灾了 可是 臣妾自己也没有钱 这样 臣妾屋子内 桌子上有一颗首饰 您可以拿去卖了换钱 得手了没 腰就不行了 你也太废了吧 前前后后来了十几次 这贴大的腰也扛不住 不对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啊 你不会一直在偷听吧 我偷听 我偷听 那个大头鬼 要偷听 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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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拿到没 没有 不过给了我一切珠宝 拿去换来卖钱吧 这些珠宝 大概能换三千多两 够不够 不够 那怎么办 你只有两天的时间吗 我自有办法 实在不行 他都送你出宫 你这是在关心我 狗男人 谁在关心你啊 臭女人 不会好好说话吗 怎么喜欢动手动脚的 话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什么情况 我不能暴露我是女儿身 这又啥 这历史上又有过女帝啊 情况不一样 在我出生的时候 我父皇就病逝了 为了巩固东州的江山 他们就把我立为太子了 把我当做男儿来养 要是让丞相知道 我是女儿身的话 他一定会立马造反他 就算你是男儿身 他们也会造反他 只是早晚问题罢了 是啊 现在整个朝堂 都是丞相的人 连皇后 都是丞相的女儿 我是孤家寡人一个 我也想守住这江山 父皇 母后 儿臣 真的尽力了 我好累啊 你还有我 我会帮你扫清一切障碍 让你成为千古女帝 成了 什么东西啊 这么香 这个发出的香味 哇 好香啊 感觉自己就像在花海之中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香水 这叫香水 只要喷上一下 就可以一整天都香喷喷的 嗯 你觉得这个东西 拿去卖 能赚多少钱 少说 也有五十万两银子 我觉得卖得好的话 它远不止这么一点 哦 你是想用卖香水的钱 来买材料 但是 恐怕也来不及吧 所以 我要卖出这香水的配方 你帮我召集东州所有的服装 我要举办一场拍卖会 没问题 对了 丞相和李将军那边 应该会给我使绊子 你派人 帮我去盯着他们 行 大人 宫里传来的信 没想到 花海真的是男儿身 看来 有事情的猜测是错误的 大人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是男儿身的话 那就等男梁那边先行动吧 对了 随着那个死太监 有没有什么动静 我刚得到消息 那个死太监 连发了一个叫香水的东西 今天晚上 他要在明月楼 才买个香水的配方 香水 这香水为何物啊 听说 这香水喷在身上 能让身体散发出香味 这个死太监 我好好想想 如何攻打那两座城池 居然去鼓到 这些没用的东西 难道 他准备放弃了吗 不放弃也不行啊 一万兵 怎么可能打过十万兵 说的也是 不过 就算他放弃了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去 通知李将军 让他晚上 也去凑缩热闹 是 乖乖听我吩咐 事成之后 我给你一千两黄金 一千两黄金 你若是不答应 我现在就杀了你娘 不要 李将军 我都听你的 杨上贵 你的杨氏商行 可是我东周第一商行 没想到 你这样的大人物 居然也有空来这里凑热闹 皇上让我来 我可不敢不来呀 我听皇上说 这卖香水 一年能赚一百万 那个 比我 王室商行 一年的利润都多 皇上啊 夸大其词啊 我听说 国库空虚 皇上该不会是 借此机会 找我们要钱啊 咱们背后有 丞相中央 皇上不敢乱来 否则 丞相可不会答应 说的也是 他说不是 诸位久等了 我是皇上身边的 御前太监 我叫楚霄 今晚 行了 赶紧开始吧 我们的时间都宝贵得很 行 那我就不废话了 今晚要拍卖的 是香水的配方 香水 这就是香水 你们可以来闻一闻 这么香吧 来来来 我也闻闻 哇 真的好香啊 我看看 这就是香水 只需一滴 就可流香一整天 不知道四位老板 觉得如何 成本是多少啊 这一瓶 两文钱 什么 两文钱 不可思议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小勇 这瓶香水的秘方 你就卖给我吧 这瓶香水的秘方 你就卖给我吧 我还是喜欢你 一开始 桥不驯的样子 刚才啊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小勇 你别往心里去 这香水的秘方 一百万两起拍 我出两百万 两百五十万两 我就出五百万 什么 五百万 杨章闺你疯了吧 就算这香水好卖 但是你至少也需要两年才能回本啊 多少钱无作用 我只要是想跟楚公公交个朋友 如果你 不服气 就加价 你 各位 那这香水的配方 就归 慢着 四位掌柜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 骗 李将军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死太监的香水 之所以那么香 是因为里面有毒 有毒 碧平 饭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讲啊 你说我香水有毒 证据呢 证据 给他看看证据 我就是用了他的香水 也就变成这样了 就李将军和四位掌柜 为民你做主呀 真的假的呀 李公公 你可得解释清楚 否则 你休想活着走出这个门 你这个死太监 你竟然把有毒的东西卖给我们 你有心歹毒啊 你该不是南梁派来的奸细 想要搞垮我们东州吧 死太监 眼下这局面 就是皇上来了 也救不了你了 可惜了 三天还没到 你就要死 一举此 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骂我们 你太放肆了 李将军 你赶紧把他给杀了 为民除害呀 死太监 下辈子做人低调点 不要去惹你惹不起的人 住手 皇上 您怎么来了 大胆 见到皇上还不下跪 想造反吗 拜见皇上 拜见皇上 都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楚公公发明的香水有毒 你看这位姑娘 脸上都被毒成这个样子了 臣杀她 是为民除害 是啊皇上 这个死太监用心歹毒 请皇上下令杀了她 小楚子 跟她解释解释 我说你们蠢 你们还不认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 把人带上来吧 这位姑娘 你可认识这位妇人 我 我不认识她 燕儿 我是你娘啊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 你认错人了 这样啊 妙姨 把这个妇人杀了吧 不要 不要 大人 她是我娘 我求求你 不要杀她 老实交代 我可以饶了你母亲一命 好 我说 米平 你干什么 杀人灭口吗 我只是突然觉得 这个人可能故意诬陷公公 所以我想杀了他 还楚公公一个清白 你放屁 明明是你给我一千两黄金 让我来诬陷楚公公的 你再敢胡说 信不信我杀了你全家 你尽管说 朕罩着你 没人敢动你 谢皇上 是这样的 民女的母亲患了病 需要钱拿药 李将军找到我 给了我一千两黄金 那你脸上的痘痘 是怎么回事 我小时候生了一场病 脸上却长满了痘 原来如此 李将军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早就知道了我的计划 那倒没有 我不过 就是知道你一定会给我使万子 所以让庙医盯着 没想到碰巧 看到你带着这位姑娘子 算你运气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李平 你公然诬陷朕的御前太监 来人 把他给朕带下去 天后发露 太监 你给我等着 丞相一定会救我出来 等我出来 我一定会杀了你 压下去 还想出来 下辈子吧 朕公公 刚才多有误会啊 还请尽量啊 嗯 不碍事 那 那香水的配方 啊 现在就可以给你 好 那五百万两银子 我今晚凑齐 一并给您送过去 杨掌柜 你是个聪明人 以后 我们两人之间 可以多合作 那是当然了 朕公公 我们也多多合作一下 我不跟蠢人合作 不好意思啊 哪里啊 皇上 微臣听说 您把李将军 押入了天牢 这万万不可啊 是啊皇上 我们东中 数十万大军 可不能没有统帅啊 还请皇上 放了李将军 还请皇上 放了李将军 谁说没有统帅 等小楚子 攻向那两座城池 那他 就是统帅了 皇上 殊臣直言 这攻城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了 这蜀公公这边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看他是放弃了 谁说我放弃了 我一直在准备 秘密武器呢 秘密武器 难不成 你说的是那个 威力巨大的那个暗器 你不是说你只有一颗吗 我是只有一颗 当然有制作的秘方 不可能 这暗器本应是天上之物 你有一颗 你是万幸 怎么可能会有配方 你是在虚张城市 既然丞相不相信 那我就给你开开眼啊 拿进来吧 到现在了你还忽悠我 这根本不是之前的暗器 这是什么东西啊 赶面杖吗 蜀公公是打算赶饺子皮 砸死南梁军队吗 小处子 这秘密武器 能行吗 既然丞相不信 那我给你打个赌吧 赌什么 祝我这手雷真有那个威力 那你的丞相之位 给武作 反之 我就放出李将去 如何 这手雷真是真实的 城下大人 跟他赌 你想想 他要是有这个秘密武器 他早就乘搬了一方 何必屈身 当一个小小的太监 有道理 好 我跟你赌 来吧 看你表演 小处子 你确定你能行吗 放心 没问题 这么大威力 真想这么厉害 这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城下大人 那不好意思 以后我就是城下了 算个什么东西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当丞相 你这么小一个玩意儿 能炸碎一块石头 你肯定中间搞鬼 那你倒是说说 我搞什么鬼了 很简单 事先先把那块石头 给弄碎 然后把它粘起来 从外表上看 这块石头没啥问题 但实际上呢 用手轻轻一碰 它就碎了 怪不得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能炸开这块巨石 原来如此 还是徐大人聪明啊 丞相大人过奖了 你个死太监 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给骗了 你真是阴险狡诈 为了当丞相 居然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 你太无耻了 皇上 这死太监不仅骗了我们 还骗了您 这可是欺君之罪 按照我东州律法当斩 皇上请您下令 想他处死吧 皇上请您下令 将这太监为胆啊 小处子 你看怎么办 小问题 我们起来 照你的意思 我的手雷 一点威力都没有了 那不然 那大人 要不要来试试 我这手雷的威力啊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 炸你 你干什么地 我都还没扔呢 你怕什么呀 你敢耍我 你不是说这手雷没威力吗 你躲什么呀 我小躲就躲 你管 管得着吗 徐大人 不敢试这手雷的威力 那各位大人呢 有人想试吗 不敢 不敢这个不敢 我也不敢 他们也不敢试 那丞相大人 你敢吗 你别太放肆 放肆 我要放肆起来 这么想啊 其实你们都知道 我这手雷的威力 只不过你们不想承认吧 你们想耍赖 丞相大人 我说的对吗 丞相大人 愿赌服输 既然输了 就要把丞相的位置 让给小楚子来做 皇上 并非臣不肯认输 倘若这个死太监 他光明正大地赢了臣 那臣 自然愿意让出丞相之位 他给臣下套 臣不服 得了吧 少扯这些有的没的 你就想耍赖 我就是耍赖 你能奈我何 魏忠 你竟然耍赖 传出去 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皇上 让这个死太监当丞相 天下人才会耻笑 魏忠 你竟然敢顶撞朕 皇上 并非臣顶撞你 而是您错误地下达了命令 臣有权不乱反正 替您改正错误 错误 朕何错之有 让这个死太监当丞相 就是最大的错误 皇上 您不要再错下去了 您就听丞相大人的吧 他不会害你的 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个死太监 来当丞相的 你们 你们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老子要想当丞相 用得着你们吗 你说话客气点 客气 客气是对人用的 对畜生用不着客气 皇上 你说对吧 没错 对畜生 就是没必要客气 你们 丞相 你刚才问我 你耍赖 能如何 我杀了你 你觉得如何 你敢杀我 我不光敢杀你 我连你们一起杀 你 你要干什么 有什么事好商量 你们什么档子 也配站着跟我说话 都给我跪下 都给我跪下 什么 跪下 朱孝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不跪就死 我跪 丞相大人 你呢 好 小子 我记住你了 小丑子真厉害 居然把丞相 他们给制得服服贴贴 现在 我来当丞相 你们 谁赞成 谁反对 我赞成 我 我也赞成 赞成 你有点不服气呢 没有 没有不服 哎 那倒可惜了 这样 我就少了杀 你的理由了 楚大人 您说笑 我真的没有不服 我是心甘情愿地 让出香味给您来 行吧 看在你这么 识趣的份上 我饶你一条狗命 皇上 我们先回去吧 我去收拾准备 就去攻打那样做诚实 走吧 程阳大人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个死太监 你今天给我的耻辱 我能百倍千倍地 让你还回来 至于皇上 会让你跪着求我们的 小楚子 你一定要小心啊 放心吧 我今晚就能攻下那样做城池 最迟明晚我就能回来 好 我会等你凯旋归来 对了 我记得某人好像说过 只要我扳倒了成像 就让我为所欲为 等你回来 任君才先 好 那我走了 等一下 这算是给你的小奖励 一定要安全回来 放心吧 等我回来重新 怎么回事 怎么没人上朝 老尚 大事不好了 大臣们集体罢工了 他们说 想要他们上朝 必须得放出李将军 还得恢复 魏大人的丞相之身 是一群该死的家伙 以为这样就能逼迫朕吗 做了吗 朕是不会妥协的 可是皇上 大臣们罢工的话 整个朝廷处于平摆之中 这样下去 三日之内 我们东周就得陷入混乱之中 那现在该怎么办 臣愚昧 想不到办法 小厨子 如果你在的话 一定能够想到办法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丞相大人 您这招真是绝了 现在整个朝廷 处于停摆状态 皇上肯定急了 用不了多久 他就得请我们回去了 皇上还是太年轻了 跟火斗了 他注定是问一塌糊涂 对了 丞相大人 那李将军我们应该早就 很简单 来 丞相大人 您真是太有才了 这招绝了 按照我说的做 不出三天 皇上肯定会乖乖地 放了你将军 好 楚将军 楚将军 战况如何呀 你的手雷太厉害了 随便扔两下 就把南梁的两座城池 给攻下了 意料之中的事情 同志下去 班师回朝 是 谢阳 我来了 过 还疼吗 被皇上你这么一手 就不疼了 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屁股还受伤了 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屁股还受伤了 皇上 你是不知道 我被南梁二十多个士兵围着 他们就专打我屁股 要不是我武功高强 反杀了他们 恐怕我的屁股都被打烂了 这怎么听起来 感觉不对劲啊 皇上 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不如我们 既然天色都不早了 要不你早点休息吧 皇上 君无戏 你答应过的事情 可不能耍赖哦 你屁股不是受伤了吗 要不 等你伤好了再说 没有啊 我屁股不疼了 可 可 可是 别可是了皇上 接下来 你就好好放松一下 让我服侍你 好吗 该死 这男俩人是干什么吃的 去让那个死太监 活着回来 陈亮大人 这死太监有点邪门啊 不好杀 那是天王老子 我也要杀了他 去 将这包毒药 交给皇后 我得想办法 让那个死太监扶下 是 小姨 把他交给皇后 去吧 这个死太监 我就不信 你这次还不死 怎么样 叔叔不 叔父 昨天晚上 你折腾了我一夜 今天 怕是我起不了床了 你就不起床了 好 要不 再来一次 还来 我都 都行 皇上 楚公公 出事了 你是说 宫外聚集了很多百姓 是的 那些百姓 都在大喊着 放了李将军 还说 楚公公是 妖言惑中的恶人 说您是被 楚公公蛊惑了 一派狐言 都是魏忠搞的鬼 妙依 你带着人 去把他们赶走 万万不可 为何 你这么做的话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适得其反 第一 会让百姓们 心生怨气 第二 魏忠会借此机会 大做文章 引导越来越多的百姓 敌视我 甚至是敌视你 要是百姓 都开始敌视朕 那朕的江山 不就危险了 没错 到时候 魏忠如果想要造反的话 依靠百姓的力量 不需要费一兵一卒 就能夺揍你的皇位 那你说 怎么办 有了 想要破局的话 就得在李平身上 做文章 什么意思 得让百姓们觉得 李平犯了 不可饶恕的罪 才被关入天牢了 这样百姓们 就不会闹了 我明白了 妙一 你去告诉那些百姓 说李将军 污蔑朕的御前太监 这个罪名不行 得换一个 让百姓们愤怒的罪名 那你说 换什么罪名号 贪污 就说他贪污的军行 让前线战士们 吃不饱饭 还贪污的赈灾款 让灾民们 纷纷饿死 皇上 这个罪名号 贪污 得有证据才行 李平的府上 有口哭泣 井内啊 都是李将军 这些年 贪污的赃款 这就是证据 你怎么知道的 这么清楚 大人 大事不好了 大人 何事啊 皇上在李将军的府上 搜出了 五十万兰的贪污款 百姓们得知此事后 纷纷开始骂李将军 什么 我听说 这笔贪污款 是楚国公查出来的 所以百姓们 都开始称赞楚国公 你 你 你 操 又是这个死太监 皇上还扬言 明天的五十 在皇宫门口 当着百姓们的面 审问李将军 要从李将军口中 问出其他人的下落 要是李将军把您供出来 这该死的礼品 留不得了 走 替老一趟 死不得上屋 传家大人 您终于来了 快 快救我出去 李将军 这几天受苦了 来 先喝杯酒 谢谢丞相赐酒 李将军可能 还有所不知吧 你贪污的那五十万两 已经被皇上发现了 不可能 我贪污的那些钱 被我藏在井里面了 谁会一个人知道 皇上怎么会 是那个死太监高的鬼 又是他 等我出去 我一定杀了他 恐怕李将军没有机会了 因为明天五十 皇上要当着百姓们的面 审问你 想从李的嘴里 敲出更多的贪污者 丞相你放心 我一定守口如瓶 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 我只相信死人的话 救 救灵有毒 魏昭 你 林将军 你就放心地去吧 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的 至于那个死太监 我估计 皇后那边已经得手了 你别老掐这里啊 要是给我肾掐虚了 以后有你哭的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 李平把这些赃款 藏在井里的 亲我一口 我就告诉你 现在可以了吧 其实呢 我是天上的仙人 下凡来帮你成就千古低业的 这样 你这个笨蛋 这么好忽悠的吗 你说什么我都信 这什么娘 本来 不要不 告诉他真想 其实我 皇上 大事不好了 李将军死在天牢里了 什么 他死了 他怎么死了 看守天牢的士兵 说是自杀的 找我做 去查免李平死因 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想想 能在天牢中弄死李平的 放眼整个朝廷 谁能做到 魏忠 没错 就是他 杀人灭口 小楚子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只有等了 等 等他先动手 露出破绽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皇后娘娘驾到 他怎么来了 这应该是魏忠派他来的 先看看再说吧 见过皇后娘娘 皇上 你怎么来了 臣妾看您近日 林医疲业奏折 真是辛苦 怕您累坏了身子 所以啊 特意叮嘱 御膳房 林医准备了这碗大补汤 给您补补身子 您趁着喝了吧 这两碗 都是给朕的 左边这碗是皇上您的 右边这碗是给楚公公的 给我的 楚公公打下南连的两座城池 甚是辛苦 这碗汤就算是本宫给你的奖赏 谢谢皇后 这个狐狸姐 我刚把他跌成那么好 你怎么可能还这么好心 这碗汤多半个问题 楚公公 快趁热喝了吧 哎 黄公娘娘 为什么那肚子有点疼 要不待会再喝吧 这碗大补汤 刚好可以治你肚子的 楚公公 还是尽快喝了吧 妈 这臭娘们一直在推我喝 这汤肯定有问题 该怎么办 楚公公这碗汤 给朕喝吧 皇上不要 等等 不对劲 皇上的身材 怎么又变得这么娇小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什么意思 皇上 臣妾给您准备的这碗汤 比楚公公的有营养 所以 臣妾下意识地阻拦您喝 请皇上恕罪 没事 你下去吧 是 臣妾告退 皇上 臣妾今晚 等你来 娘娘 皇上 怎么突然想喝楚公公的汤 难道皇上知道那碗汤有问题 有这个可能 而且 皇上这个人 也有问题 皇上也有问题 今晚就知道 爱妃 我来了 皇上 爱妃我来了 身材又变重说了 这个皇上 跟白天那个皇上不是同一个人 皇上 臣妾送您的玉佩 您带了吗 呃 我今天挺忘了 原来 真的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皇上 我从未给过皇上玉佩 而且 你的体型与他也相差甚于 说 你到底是谁 爱妃你胡说什么 朕就是皇上啊 不说是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慢着慢着 我说我说 他说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冒充皇上 皇后娘娘 其实你白天就见过我 白天才见过 你 你是皇上身边的楚公公 没错 你这个狗奴才 竟敢如此戏弄我 要是皇上知道 非得砍了你的脑袋 你觉得没有皇上的允许 我敢这么做吗 你说什么 是皇上让你来的 他怎么会这么做 他把我当什么 是那种 可以被人随意玩弄的 青龙女子吗 皇后娘娘 你别激动啊 我要告诉我父亲 让他杀了你们 你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你爹 他恐怕会把你给杀了吧 你会说什么 我父亲不会这么做的 他会这么做的 你父亲让你进宫当皇后 是想让你控制住皇上 对吧 你怎么知道他 你不仅没有完成任务 还跟我一个太监有染 你觉得你父亲 会不会一气之下 把你给杀了 不 不会的 父亲他不会这么做的 他会这么做的 因为你兄长 就是跟一个青龙女子悠染 你父亲 就暗中杀了你兄长 这件事 只有我与我父亲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就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你就告诉我 你现在还敢不敢告诉你父亲 你现在还敢不敢让你父亲知道 放开我 你放开我 皇后娘 别想那么多 我们好好享受这一碗吧 不要 女人说不要那就是药 那我要 药 放心吧 保证你明天下不了床 瑶儿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出事了 所以在这里候着 你干什么呀 他知道了我的身份 什么 那怎么办 要不要 杀了他 放心 他被我的棍棒 治得服服帖帖的 不会像卫中告状的 棍棒 你把他打了一顿 我说的 是这个棍棒 你个臭流氓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接下来 也让你尝尝棍棒的滋味 小楚子 我问你个事 怎么了 现在 大臣都集体罢工 整个朝堂处于停摆状态 你说 这该怎么办 卫中他们真的是蠢啊 居然给了你机会 啊 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借此机会 发展属于你的班底啊 嗯 没懂 你这么蠢 怎么当上皇上的 你居然敢嘲笑我 那以后别上我床了 给我下去 夫人 我错了 别生气嘛 你说 找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班底 是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扶持一些 没有背景的读书人上来 安排他们在朝中任职 这样一来啊 可以维持朝廷的运转 二来 他们都是你的人 可以帮你对抗卫中 哦 我明白了 小楚子 你还挺聪明的 还能想到这个办法 身为你的男人 当然得聪明点嘛 那是当然了 你 你 你还来啊 那不然呢 可不能辜负了这良辰美景 那 那你轻点 明天还要上朝呢 大人 怎么样 太子死了吗 没死 皇后奶奶算是失败了 什么 居然失败了 这个废物 我锁得入宫当皇后 让她控制住皇上 她没做到就算了 如今 连下宗这种小事情都做不到 这是废物中的废物 不过 好在 如今朝廷也停摆了 皇上很快就会跪着来求我 到那时 我让皇上杀了那个死太监 大人 皇上那边出来的状况 难道 皇上已经过来求我了 皇上他找了很多毒树人 他安排这些毒树人 在朝中任职 你说什么 皇上找了毒树人 在朝中任职 是的 该死 该死 大人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大人是回去上朝了 叫不然 你小眼之间 朝堂上的人全都变成皇上的人了 快走 魏忠 你们不是不上朝吗 皇上 之前我不是生病了 现在病好了 那自然是要来上朝了 生病 得了什么病 该不会是脑子有病吧 你这死太监 小楚子说的对 朕也觉得你脑子有病 要真脑子有病的话 要不回去休养休养 放心 这朝廷没了你们 还是可以正常运转的 皇上 臣的病好了 真的不需要休养了 好 那接下来 我就说正事 楚潇 担任将军和丞相职位 各位 可有意义 臣等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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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意义也行 大不了 我一颗手里的 把你们全都炸死 楚公公 我们真的没有意义 骂死太监 吓谁的 既然你们都没有意义的话 那就这么定了 楚潇担任将军和丞相职位 至于你 就担任个副丞相吧 以后听从楚潇的命令 可有意义 臣 没有意义 行 那接下来 把兵符交出来吧 兵符 皇上 卫生手里没有兵符 李平的身上和家中 都没有搜到 平日 也只有你跟他关系最好 你说这兵符不在你身上 在何处啊 这个卫生就真不知道了 要不 皇上派人再去找找 卫中 我觉得你还是乖乖 交出兵符吧 不然 可别怪我的手里 不长眼 楚公公 我没有兵符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拿不出来啊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那我只能 报 何事 皇上 长水县突发旱灾 庄稼一夜之间全部干死 整个长水县的百姓 都没有粮食吃了 目前 已经有上千名百姓 被活活饿死了 这怎么可能 这明明前几日 刚拨十万两黄金 怎么还会有百姓饿死 当然是有人贪污的 这十万两黄金 导致百姓们拿不到赈灾款 贪污 那是哪个畜生贪污的 卫中 你觉得 是哪个畜生贪污的 我觉得 有可能是李平 我倒觉得 很有可能是你 你 这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我就随口说说 卫大人别慌嘛 皇上 贪污的事情 咱们可以后面再唱 眼下最要紧的 是讲办法去控制灾情 要不然受灾的老百姓 会越来越多呀 小楚子 朕给你十万两黄金 你即刻启程 去昌水县赈灾 遵命 皇上 这楚公公一个人护送 十万两黄金 这未免也太危险了 臣有个意思 他武功高强 可以护送楚公公 保护楚公公的安全 不用了 我身为将军 随便钓个一万兵马 随我去就行了 没有兵符 你钓都不得利兵一足 那我就一个人前往昌水县 不妥 万万不妥 如果八路遇到劫匪 楚公我就更危险了 妈 这个有东西 保护我 杀我还差点 死太久 一个人去 我就故意批劫匪去杀 你让我一死随行的话 我就让我一死杀 除非你不去沉水县 我的叔公是死 楚公公 你就听魏大人的吧 魏大人是为了弥好 你就让他一死与你随行吧 是啊 楚公公 别犹豫了 你犹豫的功夫 可能昌水县 又饿死了好几人啊 妈 这城墙 都盼着我死 楚公公 怎么样啊 如果你放弃了 我就让我的义子去赈灾 你的义子去赈灾 那岂不是所有的赈灾款 都进到你的口袋里了 皇上 我 我魏中怎么会是这种人 退朝 我 这该死的魏中 真是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对啊 我们有兵符 也没有办法调动士兵 只能一个人前往沉水县 但如果我一个人去的话 他一定会派人半路劫杀我 但如此一来 赈灾款又会露如魏中手 难道 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 看来 我们只能去找皇后了 看她有没有办法对付魏中 你父亲真不是个东西 在朝堂上不仅怼我 还想杀我 小哥哥 别生气了 我有办法帮你 什么办法 我有个表哥 住在沉水县那边 家财万贯 你可以找他借钱 回头再还上 真是个好办法 如玉 你真是我的贴心宝贝 小哥哥 那你今晚陪我 那你今晚陪我 好啊 那就一战到天亮 你还知道回来啊 唉 你才是我的真爱 我当然要回来了 有嘴滑舌 给你熬的补汤 快点喝吧 补补身体 唉 姚儿 你对我真好 你昨晚去皇后那里 收获怎么样啊 他有个有钱的表哥 就住在沉水县那边 我们可以去向他 借十万两 回头再还上 这倒是可以 你一个人出城目标小 丞相不容易发现 但如果带着十万两 丞相一定会发现 没错 那你打算 什么时候出城 等我先尝尝你的滋味 后就出发 请问这是谢府吗 是 你是楚公子吧 嗯 我们家家主 恭候多时了 要不公子你的包 我帮你拿着 包房了 里面请 家主 楚公子到了 你就是谢文浩 谢家主吧 正是 九阳 楚兄 不久前我收到 我表妹飞鸽传书 他向我说明了 你的来意 你放心 既然你是我表妹的朋友 那你就是我的朋友 那十万两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 多谢啊 小四 带楚兄去府上随意转转 是 家主 楚公子 这边请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初公子 肚子有点痛 我要去趟茅房 去吧 大人 您的包袱 主兄 你要的十万两 都装在外面马车里 要不去检查一下 不用 我相信你 我就先拿着十万两走吧 正在要紧 多保重 保重 家主 大事不好 您昨日买的珍珠项链不见了 家主 大事不好 昨日买的珍珠项链不见了 我半个时辰前才摸过那珍珠项链 这才过了多久 怎么就不见了呢 家主 应该是禁贼了 但是 我们谢府守卫森严 按理来说 不会禁贼的 而且 近半小时 只有楚公子 盗了我们谢府 这 你怀疑是我偷的项链 不敢不敢 楚兄是我表妹的朋友 他是不可能做出盗窃之事的 家主 知人知灭 不知心啊 而且我刚刚肚子疼 我去那放茅房 只有楚公子一个人去逛了 他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有搜他的身 才能证明他的心脉 来吧 搜我的身吗 楚兄 得罪了 小四 搜身吧 是 小主 小主 找到了 楚兄 你给我个解释 不说话吗 算了 看在我表妹的面子上 你走吧 至于那十万两 不借了 偷鸡魔狗的东西 还不快滚 滚 精彩 真是太精彩了 你是疯了吗 还能笑得出来 我疯没疯 不知道 但我知道 这里有人 要完蛋了 你什么意思 偷你珍珠项链的人 是他 小四 都从你包里搜出来了 你还想抵赖啊 还想诬赖我啊 怎么这么贱呢 没想到我表妹 竟然教了你 这么一个手脚不干净 而且还满嘴谎言的朋友 本来还打算放你一马 但现在看来 不能让你走了 免得你回去 祸害我表妹 来人 是 你们几个给我杀了他 慢着 谢家主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地令 见地令如见皇上 还不快给我跪下 参见无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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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证据 你知不知道你演的这出戏 可谓是漏洞百出啊 大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 那我给你解释几个事 我刚来到谢府的时候 你就主动要帮我拿包袱 那个时候 我还觉得没什么 现在看来 你就是那个时候把珍珠项链 放进了我的包袱里 然后你又假意肚子疼 说要去厕所 大人我肚子疼 我要去茅房一趟 去吧 这样一来 栽赃就形成了 您的包袱 少四 你作何解释 家主 我第一次跟楚大人见面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为什么要陷害他呀 说的也是 对 你我的确无冤无仇 但是你栽赃陷害我 你却能拿到一些好处 好处 什么好处 谢家主 你去看看你府上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弄丢的呢 我这就去看 主大人 那个 背着我夫人死 死藏的一千两银票不见了 谢家主 那你觉得是一千两 是哪个呢 是你拿了 家主 我冤枉 不是我拿的 你们几个 搜他身 小四 这些年我待你不饱吧 为什么做出这种事 家主 我也是迫不得你的 家主 我偷钱也是为了 给我母亲治病啊 大人 你扔了我吧 大人 你求我没有用 得楚大人松口才行 大人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扔了我吧 大人 要是我没有皇上的地利了 刚才谢家主已经命人 把我给杀了 而这一切都因为你而起 所以你说 我为什么要饶了你啊 我 我要是死了 就没人照顾我母亲了 大人 你母亲是死是活 关我屁事啊 大人 大人 把他给我杀了 拖下去吧 是 大人 大人饶了我吧 大人 大人饶了我吧 大人 大人你不能杀我 大人 谢家主 楚大人 你命人去救助小四的母亲 救助的过程中遇到的一切费用 挂在我头上 回头我连同那十万两 一并还你 遵命 楚大人 是我没有管教好小四 才造成了这场误会 为表歉意 这十万两算我捐赠的 不用还了 那我就代表 昌水县全体百姓感谢你了 大人 楚小这个死太监 到昌水县 什么 他已经到了昌水县了 他是怎么过去的 他是自己偷偷摸摸过去的 没有带上这三宝 所以我们的眼线 才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的离开 没带赈灾款 那他去干嘛去了 不清楚 不过 现在是杀他的最后时机 大人 让我去杀他吧 行 那你去吧 大人 您放心 三天内 一定叫他人头摆在你面前 大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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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做主啊 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大人啊 别哭了 你什么原因倒是说呀 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你们在这儿哭哭闹闹的 已经半个时辰了 如果没有 赶快给我管 要不然 我就把你们轰出去 大人 大人啊 事情是这样子的 天气大汗 地理的专家全死了呀 我们家也没有粮食了呀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呀 我们家那人 他 他就跑去隔壁老王家买粮食 可是 谁承想啊 这个老王 他是个禽兽啊 他见着体异 他强行 侮辱了我家的内人啊 海姐大人 为我们申冤 传歌壁老王 传歌壁家的老王 堂上就是 昌水县县令雷人 大人鸟名 竟敢知乎本位 你该当何罪 你是如何 调戏强奸流失的 你该当何罪 对 老实交代 免受皮肉之苦 我何罪之有 雷人 你什么一县之长 尽如此荒唐断案 犹辱宫中官微 你如何当这县令 大人 你你 你压得闭嘴吧 你可认得这个 我看你们还不算太笨 我乃是当朝丞相 兼镇国将军 萧 我来昌水县镇灾 没想到这里如此荒唐 雷人 你可知罪 下官知罪 下官知罪 昌水县的百姓们 吃不上饭 都饿死了上千人 你不去救他们 却在这里荒唐断案 你对得起你这层官服吗 你不觉得羞愧吗 下官也想帮他们 可是下官也无能为力 这不楚大人 您来了吗 这昌水县的百姓们 以后就靠您来拯救了 你们二位 呼诉公堂 是有什么冤情 说出来 我来替你们申冤 大人 我们不告了 我们不告了 既然你们不告了 那你们就回去吧 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是是是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公官 现在百姓们的衣食问题 要先解决 我带来了十万两振灾款 你宿命人去别的地方 购买粮食 然后分发给百姓们 可是 可是大人 这只能解燃煤之气 无法根治问题 只要旱灾还在 百姓们那就中不了庄稼 咱们也不可能 一直为他们送粮食吧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自有办法 用点力 没吃饭 好好好 宝宝 大人 大人 粮食买回来了 这能分发给百姓们 我知道了 下去吧 等等 这楚大人 一个上午不见人 他到哪去了 他去田里了 去田里 去田里干啥 插水稻呢 水稻 这天天干喊 这水稻 他能够活吗 脑子 坏了 那要不 提醒一下楚大人 提醒他干啥 他一来就整老子一顿 这狗 让他好好说说 去 谁让你停下来 我让你用点力 知道了宝宝 知道了 这普通的稻子 耐汗性太少 所以才会枯死 只要我能种出耐汗性 几强的杂交手稻 就不怕耐汗了 百姓们 也能吃上饭 楚大人 楚大人 您就别忙活了 天气这么干 是种不活水稻的 就算种好了 顶多一天 他就枯死了 所以您就没必要浪费这 时间做无意义的事情了 枯死的是普通水稻 而我这个是杂交水稻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是普通水稻会枯死 杂交水稻不会枯死 吹牛 那我们打个毒怎么样 毒什么 要是我的杂交水稻存活了 你就跪在地上学狗叫 要是他枯死了 我就把这个给你 第 第 第令 好 我给你赌 到时候你 可别后悔啊 没问题 来吧 喝了帮忙 来美人 吃个葡萄吧 我说大人 今天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今天 楚大人不是跟我赌吗 他那令牌输给我了 你说的是那个赌约啊 这楚大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竟然跟你打了一个毕书的毒 他呀 没下地干过农活 这么干涵 他还想着他那个 什么杂交水稻 他能中活吗 吃人说梦吗 要我说 这楚大人还是太年轻了 估计是没吃过亏 竟然敢跟你打这个毒 大人 这次你可得好好给他上 说不定啊 他到时候还得感谢你 哎呦 我家美人说的真对呀 大人 大人 你慢点 大人 那个楚大人那个水稻 是不是都死了 不不不 都都都活了呀他 什么 是的 你敢骗我 不 没有 大人 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看呀 好 我跟你走 你要敢骗我 打断你的狗腿 哎呀 走走走走 走走 楚大人 看 本大人培育的杂交水稻 这不都活了吗 大人 怎么可能 你可要愿赌服输啊 哎 哎 大人 我开玩笑的 南而西下有黄金 你以后 可不能轻易下跪了 大人太仁慈了 在下 心服口服 要是大人以后 有什么 任何吩咐 尽管说 在下上刀山 下火海 在 在所不辞 嗯 大人 怎么样 百姓们都种上杂交水稻了吗 经过我这半个月的推行啊 百姓们现在全都种上了您那研究的杂交水稻 现在就等杂交水稻成熟 百姓们从此就不缺粮食吃了 那就好 大人 您真厉害 您怎么会研究那个这么优秀的杂交水稻呢 您莫非是天上的神仙 派下来拯救咱老百姓的 哎 行了行了 别再拍马屁了啊 大人 我聚聚都肺腹之言呢 楚大人 门外聚集了很多老百姓 让人要见你 见我 啊 那走吧 看看是怎么回事 哎 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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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大人来了 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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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真是我们的恩人呢 要是没有您的杂交水稻 我们怕是早就饿死了 快谢谢楚大人 谢谢楚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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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因为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百姓 没有你们 就没有这个国家 所以为了东周啊 我也理应帮你们 原来我们这么重要啊 楚大人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要是被皇上知道了 是要杀头的 怕什么 就算皇上在这 我也敢当他面说 一个国家 想要长久的繁荣昌盛 就必须以百姓为主 为百姓服务 楚大人 我求求您了 这话真不能乱说 皇上知道了 要砍头的 各位 我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理想 敢问楚大人 您的理想是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盛祭绝学 为万世 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盛祭绝学 为万世 开太平 你到底是谁 我越来越看不透 您 楚大人 您这理想太伟大了 不过 切实它 太难了 楚大人 您刚才说 要以百姓为主 为百姓服务 您处处为我们着想 您是个好官 我们 愿意拥护您这样的好官 对啊 楚大人 我们都愿意 都愿意帮您 完成您伟大的理想啊 是 我们愿意帮助您 我们都愿意帮谁大人 我们愿意帮助楚大人 我们都愿意 我们愿意帮您 我们愿意帮您 这就是百姓的力量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 东周何愁不强盛 上下一心 上下一心 是楚大人 上下一心 上下一心 百姓的力量 楚大人 现在咱昌水县的旱灾 已经完美解决了 您也可以 歇口气了 要不 我带您去放松放松 你说的这个放松 正经不 那肯定正经啊 正经的我不去 那我这就去给您 安排几个美女 行啊 那走吧 大人 大人请 死太监 我亲自出手 我就不信你还不死 再多喝一个 来美人 交杯酒 来大人 好酒了呀 大爷 不错 来 楚大人 您看我美不美 美 那晚上您来我房间 我给您看一看好东西 好啊 好啊 小厨子 看我不宰了你 杀 死开姐 金玉你必死 小厨子 你没事吧 姚儿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一个人 就跟了上来 打算安装保护你 姚儿 你有心了 只可惜 我可能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你 你 你别吓我 我到底是要死了吧 在我死之前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哪怕让我死 我也心甘情愿 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我爱你 姚儿 我爱你 你爱我吗 我爱你 我最爱最爱的就是你了 小厨子 你不要吓我 你要是死了 我该怎么办啊 这样啊 脑不死 哎 啊 哎 还好我垫得进软强 替我挡力倒 要不然我都凉了 哎 你竟然敢骗我 我没骗你啊 你要我别死了吗 那我就不死了 看我对你这么好 不如你奖励我一下 亲我一下 那就赶紧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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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好眼熟啊 他是魏忠的首相 哦 我想起来了 妈的 这该死的魏老狗 居然派人暗杀我 要不是你来了 我就凉了 走吧 回宫 储霄赈灾有宫 赏黄金十万两 赐上方宝剑一宝 上可斩昏君 下可斩奸臣 谢皇上赏赐 皇上放心 有了这宝剑 在这朝堂之上 谁当奸臣 我就斩谁 魏大人好像有点不服气了 是不是想尝尝 这上方宝剑的滋味 楚大人 你有毛病啊 一大早就针对我 针对 你派殷小乙来刺杀我 这事你要不给我个解释 我现在就斩了你 楚大人 我何时派殷小乙去刺杀你 你讲话又有证据 来人 把殷小乙拖上来 昨天在昌水县 他过来刺杀我 幸亏我身边有高人保护 他才没有得逞 魏大人 你作何解释 这个殷小乙 两天之前 就被我逐出了魏府 这个狗东西 他居然敢 敢偷看我夫人洗澡 我是念在旧情 才没有杀他 没想到 他自杀楚大人您 想嫁祸给我 楚大人 我是冤枉的呀 这么蹩脚的理由 你都能想得出来啊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楚大人不相信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敢保证 在两年前 他就被我们魏大人 给赶出了魏府 楚大人 既然这个狗东西 被赶出了魏府 那他就和魏大人无关了 不管他在外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是他个人行为 请楚大人调查清楚 不要误会了魏大人 对啊 你这家伙也帮魏老狗 说话是不是 信不信我连你一块长啊 你说话客气点 魏老狗 魏老狗 有本事你来打我呀 魏忠 你好好配合调查 如果刺杀一事 与你无关的话 朕自然会放了你 来人 把他给我押入天牢 是 皇上 你敢动吗 皇宫内的十万禁军 他也不会答应 兵府果然在你身上 皇上 楚大人 等我一下 下一刻 同桌到江山 改姓魏 你在威胁朕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 魏大人 误会 都是误会 你个死太监 你刚才不是萧张吗 来 你萧张给我看看 虽然你能调动十万禁卫军 但在禁卫军来的路上 我拉你们一起陪葬 也不是不合理 你个死太监 还敢威胁魏大人 你混腻了 你给我闭嘴 还不快向楚大人赔礼道歉 楚 楚大人 对不起 我错了 你什么身份 跪前跟我道歉 楚大人 你不要太过分了 让你跪你就跪 我跪跪 楚大人 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楚大人 你消息了没 起来吧 皇上 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您去解决 何事 数日前 萧策来到帝都 开了一家商行 凭借着过硬的质量 和低廉的价格 把我们东州的商行 几代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照这样下去 不出一个月 我们东州的商行 都得倒闭 皇上 我们东州所有的税收 都来自这些商行 如果这次这些商行 又是倒闭了 那我们东州的经济来源 就断了一半了 没错 对我们东州 可是大大的不利啊 皇上 来请您 想个办法出来 要不 查封销策的商行 万万不可 现在的百姓 对南梁商行的商品 特别喜欢 我怕 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呀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 楚大人之前解决过南梁使团 随后就攻下了南梁的两座城池 楚大人可是南梁的克星啊 不如此事就交给楚大人解决 小楚子 皇上放心 只需一个月 我让南梁商行 关门大吉 好 你这么说 朕就放心了 丞相大人 刚才在朝堂上 您为什么让我向那个死太监 下位道歉 我得主导子好好想一想 今日在朝堂上 如果那死太监 与死网魄 而且来杀我们 你我 能否挡住 这 既然挡不住 我们该认怂就得认怂 明白吗 下官明白 我让楚潇 去解决南梁商行一事 就是为了让他对着肖策 让他们狗妖狗 我们坐手渔翁之力 这肖策现在对楚潇啊 可是恨之物 那就等着 楚潇被肖策给弄死吧 小楚子 今天在朝堂上 那魏忠都开始 明目张胆地威胁我了 他怕是要忍不住造反了 放心吧 短时间内他还不会造反 他也有顾虑 如果要起兵造反 夺取皇位的话 民不正言不顺 百姓也会有怨言 说得也是 那些兵符在他手里 我们得抓紧夺回来 这件事情 我来想办法 小楚子 真是辛苦你了 当然辛苦了 所以 你今晚得好好犒劳我 你啊你 脑子里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这么说定了 晚上洗拜拜 等我来宠幸你了 我就想办法 整款南梁商行 想要弄款南梁商行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卖的东西比他好 比他便宜 他自然就倒闭了 我想想 我可以卖肥皂 卖头 卖面 还可以卖酒 能卖的东西太多 区区一个肖策 弹指 进来吧 义父 好小子 你小子真是厉害呀 你现在是东州的丞相 真是给我们老楚家 长脸呢 都是运气爸爸 萧策在东州 开商行的事 你该知道了吧 知道 这萧策 这次来的真正目的 是个刺杀 东州的皇上 你现在深得皇上的信任 可以和他里应外合 干掉 干掉东州的皇上 怎么 你不想干掉东州皇上 还是说 你现在舍不得你的地位和权利呀 我说萧儿 你别忘 你可是南梁人 义父 你不想当太上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当了东州的皇帝 那你就是太上皇 想不想当 这个 当也可以 不过你怎么当东州的皇上 难道你想造反 不是 义父 我告诉你个秘密 现在东州的皇上 是女儿身 什么 东州的皇上 是女儿身 而且 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所以啊 不能杀她 也就是说 现在的东州皇上 是我的儿媳妇 嗯 卧槽 你个小子真有出息啊 连东州的皇上 都被你给拿下了 真不愧 是我的儿子呀 义父 要不要跟着我 敢挑大的 你 现在是东州的丞相 东州的皇上 是我的儿媳妇 我 还有得选吗 嗯 那这样 义父 你继续待在大皇子身边 当我的内应 咱们俩 里应外合 弄死他们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过 这个太上皇 放心 父亲 好 楚伯伯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 不过呢 你也放心 我会向父皇请功 到时候 封你为王 多谢大皇子 不过 挫败我南梁使团 并且抢走我两城池的那个小太监 没想到居然是你的儿子 大皇子 我儿子 我儿子所做的一切 完全是为了取得东州皇上的信任 他所付出的这些 也都是为了我们南梁 好 我能理解 你放心 本殿下不会为难他的 等我杀了东州皇帝 东州 都是我南梁的 区区两座城池 无所谓 大皇子 英灵 好了 下去吧 臣 告退 死太监 居然让我颜面尽尸 等我利用完你 我就杀了你 敢问三位掌柜 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别提了 一个人都没有 这样下去 只怕不到半个月 我李氏商行就要倒闭了 我州市商行的情况也差不多 现如今啊 也只有阳市商行的生意 能勉强维持运转吧 我阳市商行 目前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呢 因为目前只有香水 还有人买 其他商品 无人问津呢 光靠香水 只怕我们 阳市商行的运转 也很难维持 哎呀 难道我们四大商行 都逃不过倒闭的命运吗 放心吧各位 我已经怕你们想到了 解决的办法 大人 您总算是来好 里面主位请 各位久等了吧 楚大人 您召集我们四位过来 是不是有了解决 南梁商行的办法 嗯 没错 那 敢问楚大人 办法 是什么呢 只要我们推出的产品 比南梁更好 更便宜 那倒闭的 就只能是南梁商行 可是 我们目前没有更好的产品 放心 我 是什么产品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因为 你们还不是我自己的人 楚大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准备自己开一个商行 来对抗南梁商行 你们如果愿意跟我合作 那你们就是自己人了 那我到时候就会告诉你们 我所推出的产品 那怎么个合作法呢 很简单 投钱进来 我的启动资金是一千万两 我自己投五百万两 占五成 剩下的五成 也就是五百万 根据你们投入的多少 来进行分配 最后产生的利润 就按你们所占的比例 来进行分配 我们把钱都投给您的商行 那我们的商行怎么办 恕我直言 我觉得你们的商行啊 没有开着的必要 再开着也是浪费钱 我保证 你们跟着我混 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诸位 我们家大皇子有请 找我们做什么 各位去了就知道了 该不会有诈吧 把我们全叫过去 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 借他一百个胆子都不敢 这里是东州地区 天子脚下 他要是敢动我 自己也得陪葬 说得也对啊 走吧 去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主要 大皇子 找我们过来 所为何事啊 把你们叫来 当然是带你们赚钱啊 一起赚钱 我呢 把我们南梁商行的产品 放在你们的商行 卖得的利润呢 我们五五开 那需要我们购买你们的产品 不用 只需要把我们南梁商行的产品 放到你们商行里去买 卖得的利润 分我一半去 还有这种好事 这大皇子 可比楚大人有诚意多了 楚大人也想跟他们合作 是啊 楚大人想开个商行 让我们投钱给他 我说楚大人 你也太不地道了 你连自己人都坑啊 坑自己人 是什么意思啊 这你都看不出来 他这不是摆明了坑你们钱吗 什么 骗我们钱 楚大人 这下 您不该解释解释吗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们宁愿信一个外人的挑拨 都不信我 那我就算解释了 你们也不会信的 楚大人 我看你就是无话可说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看到没 楚大人自己都承认了 没想到啊 连自己人都坑 大皇子虽然是南梁人 但他是真心想带着我们一起赚钱 各位 我看 不如以后就跟着大皇子吧 说的没错 这世道 能挣钱才是最重要的 大皇子 我黄某人 以后就跟您混了啊 我周某人 以后也跟大皇子混 大皇子 您可一定要带着我们飞黄腾达呀 好 实时务者为俊敬 我呢 一定会带着你们赚大钱 保你们赚得盆满锅们 怎么 杨掌柜 你怎么不说话呀 杨掌柜 你可不要犯糊涂呀 这楚大人 就是吸我们的血 吼我们的钱 跟着他 没前途的 就是啊 杨掌柜 我们只有跟着大皇子 才能挣大钱呢 啊 我承认 我是个商人 我也想赚大钱 可 我是东周人 我不能因为赚钱 而出卖国家 杨掌柜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卖国 你自己说的 你 你不要学狗盼人 我没有学狗盼人 心里清楚 你 算了 杨掌柜这 抢私夺礼的能力 还是挺厉害的 你觉得有用 你不跟着我 不出一个月 我让你的杨氏商行 倒闭 到时候 我要大白夜席 好好庆祝一下 杨氏商行不会倒闭 一个月以后 倒闭的 只能是你们南梁商行 楚大人 你在说什么胡话 南梁商行 那是东周第一大商行 九成的百姓 都在这买东西 你说会倒闭 做你的梦去吧 楚大人 您 还是认清现实吧 南梁商行 它就是无敌的 没有任何一个商行 能跟他抗好 你 还是乖乖的低头 跟咱们大皇子 一起混好了 多说无意 一个月之后 自荐分享 好 一个月以后 你可别哭着 求我 你也就剩这么一个月 时间蹦的 你好好珍惜着 最后的时光吧 杨掌柜 我们走 糊涂 为什么老跟我作对 难道冲天 那个狗东西 他在拼 我可伤了你的嘴船 你可得把我安全 送到岸上啊 杨掌柜 你明知道我这贼船 你还敢上来 你就不怕 输得一败涂地吗 没办法呀 谁让我是东周人呢 那萧策 摆明了是 要断东周的经济 我帮了他 就等于叛国 这种混账事 我是不会干出来 杨掌柜 说得好啊 要是东周 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 何愁不强盛 还是说正事吧 朱大人 你现在可以透露 你打算推出 什么产品了吧 当然可以了 不过我得先问你 你觉得 什么样的人的钱 最好挣 当然是有钱人哪 说对了一半 那正确答案是 有钱人的女人 最好赚 为什么 女人是不是都爱美 男人也希望 自己的老婆能变美 对不对 对 那如果一个产品 能让女人变美的话 那岂不是能卖爆 有道理呀 那朱大人 那您的产品是什么 这有什么用啊 杨掌柜 你觉得这位姑娘如何 没 真是太美了 你去卸个妆吧 杨掌柜 你认得这个姑娘吗 不认识 她就是刚刚那个女人 朱大人 我又不瞎 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呢 杨掌柜 我有必要骗你吗 可是 这位 这位和刚才那位姑娘的容貌 简直就是两个人哪 她就是用了我这三款产品 才变成那样的 等等 你是说 她用了这三款产品后 才变成刚才那样子了 嗯 没错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所以说 你觉得 这三款产品 能卖爆吗 爆 绝对能卖爆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卖 不急 三天后再开卖 这三天 你动用你所有的能量 去宣传这个产品 明白 对了 宣传的时候 记得夸张点 就说用了我们的产品 可以返老还童 楚大人 你这未必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点 又怎么会有更多的人 来看我们的产品呢 那你那到时候 人家过来一看 可宣传的不是一个结果 那我这牌子不就砸了吗 哎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自有办法解决 那我去宣传了 嗯 去吧 好 你也走吧 光靠化妆品的话 可能还差点数 哎 我想起来了 在原地形状 东周西面有一座钻石矿 直到一年后才被人物件 我猜 我要发了 大人大人 我刚得到消息 四大商行的四位掌柜 除了杨掌柜 其他三位都投靠了萧策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们如果不投靠萧策 不出一个月 他们的商行都得 对了 你说那杨掌柜 为何没有加入 他投靠了楚萧 投靠了楚萧 对 莫非楚萧 已经找到了对抗南梁商行的方法了 不知道 杨掌柜正在四处宣传 说楚萧的处室商行 将在三天后开业 到时候 他们将推销一款 能让女人 反老还童的东西 什么 反老还童 对 这楚萧木不是疯了 居然敢这么宣传 他这样 也是为了吸引客户 挂了不少手 等到开业那天 被客人发现被骗了 还不得把他爹给拒了 楚萧啊楚萧 我终于抓到你的把柄了 你 去帮楚萧一把 怎么绑 就帮他宣传宣传 让他开业那天 让更多的百姓去看他的笑话 我要让这个死太监 彻彻底底的丢光脸面 哦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办 楚天河 你不是说跟你儿子谈好了吗 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 这个皇子 您可能误会了 您息怒我 我儿子这么做 也是为了隐藏身份 您来东周做生意 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您就是为了断东周的经济 我儿作为东周的丞相 他若不和您对着干 他必然会引起东周皇上的怀疑 说的也不无限道路 那他成立楚氏商行 来夺我南梁商行的生意 这又怎么讲 这个 哦 其实他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坑那个东周皇上 坑东周皇上 是 什么意思 大皇子 您想啊 光成立商行 是不是需要钱 是啊 是需要很多钱啊 那这个钱从哪来 肯定是那东周皇上给的呀 大皇子 您可能还有所不知 我儿子 从东周皇上那儿 要了一百万两黄金 一百万两 是啊 有这么多 他说 这一百万两黄金 都是为了殿下您呢 为了什么 对呀 我儿说了 等事成以后 这一百万两黄金 都要献给殿下您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那他什么时候把钱送来啊 这个 大概得一个月以后吧 一个月以后 为什么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等我回去 问问我儿子 行吧 你先下去吧 属于不惑过关了 幸好这把宝子比较蠢 好户呢 啊 臣 搞退 一百万两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灭你满门 唉 啊 累死我了 辛苦了 不辛苦 为了我们的未来奋斗 再来也不辛苦 小嘴滑舌 唉 你别闹 我奏折还没看完呢 我听说 三天后你要推出让女人 反老还童的产品 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那你这不虚假宣传吗 我知道你的顾虑是什么 但不用担心 我自有分寸 我相信你 唉 对了 这个送给你 这个 是什么 这个是钻石 世界上最硬的石头 代表着我对你的爱 永恒不祥 瞧你这花言巧语的样子 一套一套的 唉 你快说 跟多少人说过这样的话 天地良心啊 我发誓 我只对你一个人说过 你要是以后不想听的话 我不说了 唉 不行 你每天都要说 好的夫人 哎呦 楚大人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外面人都吵到 要是咱们的产品 如果不能反老还童 就砸了咱们的店呢 小事 不用操心 小事 您是认真的吗 杨掌柜 相信了 我能继续这事 今天不是 楚氏商行开业的日子吗 他们人呢 估计没脸开门 不过 这魏大人 你怎么也有共来这儿啊 这楚氏商行 对外宣称 做他家的产品 能让人反老还童 我特意过来看看 是否真的如此 不过 眼看就要中午了 他还不开门 估计是虚假宣传 他不敢开门了 是啊 说的没错嘛 就是不敢开门了 那你怎么处理这件事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 好吧 魏大人 说的似乎有些道理 说不骗我们吗 虚假宣传 楚大人这做得有点太过分 这不是欺骗那家伙吗 就是 对啊 说的就是 那我们岂不是白跑一趟 买什么东西 这个事 楚大人一定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不骗我们吗 是啊 是啊 真实 太过分 就不能这样 储償啊 储償 你引起了寻愤 我看你怎么收场 楚大人 外面来了好多客人 这不是好事吗 怎么慌慌张张的 那些客人 都吵着要砸了我们的店 楚大人 烦老还通这事 你想到解决办法了没 想到了 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你等会就知道了 楚大人 你还是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没想到解决办法 杨掌柜 相信我 时间差不多了 出去接客了 可来这楚大人 到底要不打算出门了 各位 不是我们直接冲进去 这样 对 冲进去 冲进去 要个说法 冲 你们冲什么呀 楚大人 你虚假宣传欺骗百姓 今日 必须给百姓们一个交代 楚大人 这做生意 讲究诚信二字 而你 居然虚假宣传欺骗我们 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否则 我们就砸了你的店 对 砸店 对 各位烧安物 请听我慢慢解释 首先 我们在宣传 所有所提到的 凡老还童 的确是假 楚大人 这就承认了 这 这就是你想到的办法 楚大人 你身为朝廷命官 冲进敢欺骗我们 简直是罪不可恕 我说 楚大人 你如果现在跪下道歉的话 兴许 大家还会原谅你 如果你的态度 不诚恳的话 我估计啊 你这伤害 这开不下去 哎 跪下 跪下道歉 快笑一下 有虚假天诚 跪下道歉 其实是为了你 啥玩意儿 为了我们好 楚大人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居然能说出这种混账话 骗了我们 还说是为我们好 楚大人 你是把我们当傻子吗 各位 请冷静 主要是我们的产品太好 我想让我们的产品 能让各位都能用上 所以我才出死下策 这楚大人可真有意思 都这样 才不跪下道歉 居然还在这宣传产品 如果你不道歉的话 我们这些百姓 能忍吗 忍不了 咋店 必须咋 女号 你给我闭嘴 养封 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吧 居然投靠一个骗子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跟随了大皇子之后 我们上行的营业额 比之前翻了一倍还多 怎么样 羡慕吧 靠卖国得来的赃钱 狗才羡慕 各位 你们说要不要咋店 咋 必须咋店 咋店 咋店 必须咋店 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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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给你们打个赌如何 赌什么 我当着你们的面 使用我们的产品 要是我的产品 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 我任由你们咋店 并且赔上你们每个人 一百两黄金 如何 好 那你整是吧 不过 我需要一个人来配合我 为了公平起见 有魏大人 替我们挑选这个人吧 好 我今天 到底看看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说吧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 长得比较丑的人 好 就你吧 这位姑娘 别怕 上来吧 拿把椅子 这位姑娘的容貌 稍微有点磕着 对吧 不过接下来 我要让他拥有天仙般的美貌 让他一个丑八怪 变得美若天仙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都这个时候了 褚大人 你还在骗我们 我说褚大人 我真的是诚心确识 踏踏实实的还是道个歉 不然到最后 砸了 收不了场子 你可怎么下去 这个就不劳大皇子 你费心了 你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吧 因为从今天以后 你们南梁商行 就要走向那末路了 笑话 我南梁商行日进斗金 怎么可能因为你一句话 就走向末路了呢 没想到 褚大人除了骗人的本事厉害之外 这吃人说梦的本事 也是一绝啊 多说无意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 我这里有三样产品 分别是面膜 素颜霜和口红 接下来 我要用这三样产品 让这位姑娘 拥有天仙般的美貌 各位请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妖术 这绝对是妖术 除霜啊 你居然修炼妖术 真是令人发指 没见识的废物 这是我这三样产品的功劳 只要买了我这三样产品 随时随地都可以变美 褚大人 有镜子吗 我居然可以变得这么美 褚大人 我要买你的三件产品 这样吧 我送你一套吧 就当做是感谢你上来配合我 谢谢褚大人 各位 你觉得我这产品的功效怎么样 哇 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有了这三样产品 我家那黄脸婆 也能变成小仙女了 褚大人 对不起啊 我刚刚承认 我说话有点太大声 请见谅 褚大人 请问您这三样产品 卖多少钱啊 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 你怎么不去抢钱呢 现在的老百姓 顶了天了 一年才能赚三十两 你这一下卖十两 这不是要了人家的命吗 褚大人 你这产品虽然好 但是你这吃相太难看了 十两银子 买不起 这偷工我一年的收入 都买不起啊 太贵了 各位 抱歉 是我 考虑不周 没想到各位的收入这么低 不过呢 我这个人的宗旨就是 为百姓服务 只要百姓们高兴了 我就高兴 所以我决定 临时降价 降价多少钱啊 一两 那我们人人都买得起了 褚大人 这一两银子不行啊 这样我们会亏本的呀 褚大人 您这一两银子肯定要亏本 要不您再加点 我当官 就是为了让百姓们高兴 让百姓们用上好的东西 就算是亏本 我也要卖 褚大人 您可真是个好官呐 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可是我们东周百姓的福气呀 说得没错呀 褚大人 请授我一拜 褚大人授我一拜 各位 今天是我褚市商行开业的第一天 只要是消费前十的顾客 就能得到福利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钻石 什么是钻石 看着好闪啊 哇 好漂亮啊 这是世界上最硬 也是最漂亮的石头 象征着永恒不朽的爱情 好寓意啊 这要是送给我娘子 她肯定很高兴啊 消费前十 这有点难度啊 没关系 我褚市商行将于三天后 开始正式售卖钻石 到时候各位再来捧场啊 一定 一定 再来捧场啊 现在各位想购买这三样产品的人 请今天购买吧 走走走走 快点快点啊 别急我呀 快快快 我要买三万啊 褚大人 我听说 你还找了很多人一起来宣传我的产品 没想到你人这么好 谢谢了 先别得意 我看你能活 褚大人 耍得一手好技法呀 居然把这些渔民玩弄于胡产之中 大皇子 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 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没有百姓就没有这个国家 你怎么能说百姓是渔民呢 你少在这给我装蒜 赶快把你那三样产品的配方交给我 兴许 我还能饶你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呢 你敢骂我 你脑子要没病的话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蠢的话呀 我把配方交给你 我是你爹 我还是你爷呀 你要是跪在地上 叫我一声爹或者爷爷 我就把配方给你 我看你是活逆人 怎么 想杀我呀 这里是东周帝都 偏紫脚下 有种动我一下试试 好 很好 我们走着瞧 走 笑憋三 楚大人 大快人心的 你看那肖瘦的鼻子 都被你给气歪了 等着吧 不出一个月 南梁商行一定会倒闭的 你 皮肤数字阉人 男人 把楚天鹤给我叫来 大皇子 您找我呀 老子找的就是你 你儿子好本事啊 不仅抄走了我的客人 还要我给他跪地下 叫爹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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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我给您狡辩 狡辩 解释 解释 今天 不想听你在这磨磨叽叽 明天 素颜霜 口喉 面膜的配方 还有 炸掉我两座城池的那个秘方 全都要出现在这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如果明天没有出现 我就把你跟你儿子 堕碎了喂狗 懂了吗 明白 滚 滚 又要武器 又要配方 这萧瑟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这我们现在 这该怎么办啊 这给还是不给呀 哎 要不 我们把他给杀了吧 不行 留他的狗命还有用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给他吧 什么 给他 你 你确定吗 义父 你就照着我做 看我怎么玩死 死太监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老爷 皇后娘娘来了 他来做什么 让他滚进来 是 爹爹 这 谁又惹你生气了 你来不是 楚霄那个死太监 你这个废 连这点事你都做不了 我要你还有什么用 爹爹 我儿又不是杀手 就算是失手 也很正常的嘛 你给我闭嘴 爹爹 你打我 打你 我打你又怎样 这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我还想杀了你呢 想办法 让皇上吃了这包毒药 如果这次再失败 把这杀了你 让你下去 陪你那个废骨兄长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没有 知道了 回吧 爹爹 女儿今天要去 祭拜兄长 等祭拜完证 我马上就走 哼 爹爹 要和我一起去谋 你说什么 那个废物东西 居然喜欢上一个青楼女子 把我的脸都给丢尽了 我连坟都不想给她立 你还敢让我去击败她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知道了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去 滚吧 殿下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天塌子来了 由我顶着 光顺 殿下 那楚氏上行昨天 赚了上百万两银子 你说啥 一百万两银子 一天 是 是的 我南梁上行苦苦经营 一个多月也就才一百多 才一天就赚一百万 你是在骗我吧你 殿下 您冷静啊 我冷静你妹啊 你告诉我 不是真的 殿下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楚氏上行昨天三样产品 打出了知名度 好多的大官贵人都无名而来 买了好多东西啊 所以他们才在一天之内卖了这么多钱 而且 我南梁上行的客人少了一半 据说都去了楚氏上行 是啊 我 一半 我操 我 这个王八蛋 那个臭声 也够我 你们三个 把我们南梁上行所有的产品 全部降价一半 降一半 那我们赚不到钱了呀 我去你妈的 你还想着赚钱呢 现在赶紧把楚氏上行搞掉再说吧 我 还能去是吧 我 殿下 您要的武器和配方 我都给您拿来了 下去吧 没错 就是这个 就这一刻 就炸毁了我南梁两座城池 殿下 这个 叫守雷 就这一刻呀 就能炸死好几百个士兵呢 嘿嘿 对 有了这个 区区东周 俺只轻易间 就可攻破 哈哈 哈哈 哎 配方呢 哦 哎呀 楚伯父啊 你这可是立了大功啊 等我灭了东周 我即刻就让父皇 封你为王 多谢殿下 妈的 就知道话柄 什么玩意儿呢 那臣就告退了 哦 楚伯伯 慢走 哎呀 哎呀 哎呦 主大人 主大人 南梁商行是疯了吧 怎么了 他们搞降价 一降降一半 咱们的客人呢 一大半都被他拉走了 他们这么降价 不赚钱了吗 小事 他们降价 我们也降 我们怎么降啊 我们就搞一个拼单模式 拼单 模式 就是如果买一个东西 就是原价 两个人 可以降价一成 三个客人 我们就降价两成 以此类推 最高降价五成 拼单模式 是人拉人 让更多的人 来咱们点消费 嗯 主大人 你这是天才 这都能想出来 哎 鸡操 物料 鸡 你想吃鸡 鸡 没有没有 我可是真爱粉 那你什么意思呀 哎 说你也不懂 你就按我说去做 就就 哎 好 猜猜我是谁 是谁打的 是魏忠打的吧 妈的 我去杀的他 萧哥哥 你陪陪我好吗 好 今天 他打了我两个耳光 还疼吗 不疼了 但是 我心疼 我把他当父亲 但是 他从来没把我当母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 我都不如他养的一条狗 不要这么说 在我心里 你一直是最温柔 最美丽的 萧哥哥 你会永远爱我吗 那当然了 你是我第一个女人 我还打算跟你白头到老呢 白头 到老 萧哥哥 我送你一个礼物 嗯 这是 这茶好啊 这可是极品啊 殿下 降价之后 我们南梁商行的生意 恢复了不少 而且客人 也比之前多了一些 不错 虽然呢 我们赚的钱 确实比以前少了 不过 只要能拖垮厨师商行 我们就算胜利了 对了 那三款产品 生产的怎么样了 口红 面膜 素颜霜 回殿下 已经生产完毕了 并且已于今日 开始了售卖 干得漂亮 楚氏商行 之前就是靠着这三款产品 压了我们一套 现在 我们也有这三款产品 我看那楚氏商行 拿什么跟我斗 估计不出半个月 这楚氏商行 必然要倒闭了 殿下 我觉得今晚 我们可以出去 喝点小酒 提前庆祝一下 好啊 你去安排 记得叫上黄掌柜和周掌柜 今天晚上我们去喝花酒去 好 殿下 大事不好了 又怎么了 那个楚氏商行 搞了个拼单模式 我们南梁商行的客人 全都去了楚氏商行了 你说啥 拼单 啊 殿下 殿下 怪事 我们生产的口红 面膜和素颜霜 有些客人用过以后 脸上直起痘痘 现在他们都集合起来 说要砸了咱们店铺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 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个废物 楚孝 一定是楚孝 又是这孙子搞的鬼 干嘛的 我一定要弄死他 还有几天就是袁儿的生日 送他什么礼物好 楚大人 楚大人 好消息啊 好消息 南梁商行生产的口红 面膜素颜霜 给客人用出毛病了 那些愤怒的客人 把南梁商行给砸了 我估计着 以后啊 再也没有人敢去他们家 买东西了 意料之中的事情 敢用我给的配方 我坑不死他 还是楚大人厉害 这还没到半个月 南梁商行 就坚持不住 要倒闭了 消息应该被我气疯了 你接着盯着他 再有什么情况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明白 殿下 这样看来 我们这商行 怕是要完蛋了 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怎么办 就知道问我怎么办 你呀问我 我问谁呀 你们这一群废物 干什么吃的 滚 殿下 我们当初跟着你 可是想让你带我们赚大钱的 你现在抛弃了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呀 是啊 当初我们为了帮您 可是得罪了楚大人 这个时候 您可不能过河拆求啊 好啊 你们这是跟我算起账来了 都不管 信不信不弄死你们 走走走 走走走 人们出了笑 我一定弄死你 殿下 我们两个 或许可以合作一番 殿下 我们两个 或许可以合作一番 合作 怎么合作 我可以带你入宫 杀了皇上 和楚潇敌的太监 皇宫有十万金军 你叫我如何杀呀 兵符在我手上 那十万金军 只认兵符 什么 兵符居然在你手里 我说魏大人 你居然有十万金军的兵符 那你为何不去造反呢 这样的话 我便成了反贼 不利于我的威望 所以 我才找你合作 你杀了皇上以后 我会出来将你捉拿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基称帝了 也就不会再有人说闲话了 魏大人 你倒是想得挺好的嘛 那我被你捉拿以后呢 殿下请放心 我不会伤你 我登基称帝以后 我就放了你 作为回报 东周每年的税收 上交两成给南两 如何 好 成交 那我们如何动手呢 时不已迟 就今天吧 初大人 李扎贵 黄扎贵 何周扎贵 三人求见 让他们跪着 跪个一天一夜 我再考虑见他们 是 初大人 皇后娘娘让您去御书房一趟 终于按耐不住了 走吧 该清算了 你来了 快坐 你 你 皇上 你给他喝了什么呀 当然 是毒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助我登基称帝了 儿啊 我知道 你舍不得现在的权利和地方 所以呢 才给了我假的配方 可你有没有想过呀 你现在 即使你是东周的皇上 你要是得罪了殿下 那也得死啊 你 你赶紧下来 跪下 向殿下磕头赔罪 祈求殿下的原谅 我今天是非杀他 我今天是非杀他不可 他可是我唯一的儿子 住口 再敢多开口 我连你一块儿走 儿啊 你也都看见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就安心的去吧 去 杀了他 你不是死了吗 那是我儿子 贵中 你造反可是死罪 我可没有造反 是肖策杀了皇上 我及时赶到 抓住了肖策 我非但无故 反而有功 届时 我登基称帝 全天下的百姓 都会支持我 何来造反一说呢 你的计划看似很完美 但是注定会失败 失败 哈哈哈哈 兵符在我的手里 整个皇宫的禁军 只听我的命令 现在 可还有谁能救你 楚孝 我看你还是自残算 看在你义父的份上 我就饶你一会儿 但如果你落在我的手里 我会一刀一刀 把你骗成片 让你流血干涸而死 义父 动手话好嘞 楚天河 你到底在 你到底在哪边 他是我儿子 我自然是站在他那边 魏大人 你是不是也想尝尝这个 这就是你有事 无恐的原因吗 不过 也没有用 哼 我一颗手雷 就能把你们全部扎死 来啊 来炸我呀 来啊 好 那我就成全你 怎么没有爆炸 蠢货 这里面是空的 又怎么会炸呢 你说来 给萧策的那些手雷 也都是有问题的 不然呢 你该不会以为 我会给他真的守卫吧 没关系 我还有十万进军 可以调动 哼 你大概不知道 你的兵符 已经在我的手里了 兵符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是你 是你偷了我的兵符 没错 是我 你 你这个吃里啪外的狗东西 我可是你爹呀 你 你居然帮着外人 来对付我 自从你给了我两巴掌之后 你就再也不是我爹 我们俩之间 再无任何关系 我打死你 什么玩意儿 还想打我儿媳妇 我先打死你吧 小楚子 完事了吗 完事了 怎么样 我装死装的 还不错吧 演得真好 奖励你一个吻 还不要呢 永儿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 向你求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拥抱你 护恨你的命 自开天地所有风雨 承担了命运 我们的故事又温柔 又叹息 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一朵 云和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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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